摩羯座下周运势 6月3日到6月9日 失业运势 摩羯座的朋友们本周的星象犹如一场职场魔法秀 木星三分明王星 这场宇宙级的联手将为你带来一股深化和转变的能量 这意味着你在工作领域可能会遇到一些重大的决策和变革 但别担心 这正是你展现决断力和智慧的大好时机 水星这位信使更是迫不及待地跃入双子座 并与冥王星 木星形成何像 这将激发你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仿佛为你打开了一扇通往新知识的大门 而双子座心愿更是如同一个崭新的舞台 标志着你事业的新开始和无限可能 所以摩羯座的朋友们利用好这些能量 扩展你的技能提升你的职业发展吧 财运方面 本周的星象也是充满了挑战与机遇 水星六分海王星和金星四分土星 这两组星象如同财务道路上的小插曲 可能会给你的财务状况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和挑战 但请记住 每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同时水星和象木星这又将为你带来一些财务上的机遇和增加收入的可能性 所以摩羯座的朋友们保持谨慎但开放的态度 寻找那些适合你的财务增长机会吧 爱情运势 本周的星象对于摩羯座的朋友们来说同样充满了惊喜和变化 对于单身的摩羯座来说双子座星月和水星和象木星 这两大星象将激发你的社交欲望和与他人交流的热情 你可能会在这些社交活动中遇到一些新的面孔 甚至可能邂逅那个让你心动不已的人 而对于有伴侣的摩羯座来说 本周的星象将加深你与伴侣之间的感情 带来一些甜蜜和亲密的时刻 记住保持开放和真诚的沟通 是维系爱情关系的关键 健康运势 本周的星象提醒摩羯座的朋友们 要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和健康 事业和财务方面的挑战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压力 但请记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尽量保持规律的锻炼 均衡的饮食和良好的休息习惯 同时学会管理和缓解压力 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样你才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是静电鱼 关注我每天都有好用力 是静电鱼 是静电鱼 是静电鱼